一番折腾 今夏总算是能沾床 他整个人蒙在被子里 路易游着他 自顾自看文书 该看的还没看完 今夏悄悄拉低被子 露出圆溜溜的眼 不一回 就钻进路易怀里 陪着他一起看文书 路易自然而然将他搂在怀里 才新婚 彼此很失年仇 大人 承西赌房你还管吗 这人跟了 大明第一赌房 还不知道是哪个官儿的钱袋子 我们六扇门也盯着呢 若是能找到他们贩卖人口的证据就好了 我时不时去溜达一圈 薛庄 乔四姐还有那些赌计 我都混熟了 今夏叽叽喳喳的 与路易瞎说些有的没的 去归去 可要注意安全 路易懂 某人又要开始耍无赖手段 我又不是一个人去的 我最近要带新人 日日带着他们见习 教看人看事的技巧 路易散漫答着 夫人最近风光了 大人你笑话我 我哪里比得上名呢 六扇门负责百姓之事 哪有锦衣卫监察百官的排场 路易不接他的话 他就自己嘀咕着 仔细想想 锦衣卫也难 大家都是官儿 平日里荣荣恰恰 但他们多少都逢着您 毕竟你转身说不定就捅人家一刀子 锦衣未直属欲前 路易难以与其他官交心 独立于官场之上多寂寞 世上无完人 作事不过分 我不会就到陛下跟前 总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路易并不较真 水至清则无余 人至茶则无图 大人 你个老狐狸 路易动作一顿 忽然想起朝中对他父亲的评价 他父亲陆炳 为达三姑三公 行事圆滑周全 就连先皇都像骂一句老狐狸 他初出茅庐 锐气太盛 长长气的父亲拍桌子 如今 他心性未见锋芒 面上倒是学会了做派 他活成了他父亲的模样 路易叹了声 孩子真是不省心 今下想起路易八岁恭敬乖巧 我们的孩子肯定省心 我会好好管教他的 路易 他比较担心路夫人带孩子上逢街瓦 锐下觉得自己受到了蔑视 大人 你真的 好欠揍 你打不过 锐下不服 去抢路易的文书 路易手一抬 他扑个空 整个人都趴在路易腿上 正想起来 却被路易单手按住背脊 瞬间 像是被命运扼住了咽喉 起起起起起不来 别闹 我一会就看完了 今下趴在路易的腿上 手晃悠着搭了在床边 扭来扭去都动不得 最终放弃了 大人 我不闹你了 你松开我吧 路易纯粹当作没听见 夫人的话 向来不可信 不一回 今下习惯新姿势 乖巧趴着 晃着小腿 银铃状的发响 大人 春烈快一月了 小公主姐近了吧 昨日姐的 她与陛下和好了吗 寒儿聪慧 只要愿意 她可以哄好陛下 五月五是她生辰 又逢几几 陛下会记着的 五月五 未改生辰 今下捧着脸 我虽不信这些 但民间都说 五月五不祥 风俗通友仔 五月五生子 男害父 女害母 五者 五也 妨碍父母者也 五月虽逢端午 可那是为了祭奠 贤臣屈原 是为祭日 再者 独舍猛收五月最盛 初五又是五月 阴气最盛时 世人若时生五月 大多都会改生辰 路易轻吃一生 你不信 陛下也不信 就没给小公主改了 今下没再纠结 公主生辰 又逢十五 定然盛大 大人要送什么 路易不贤 不但翻了叶书 夫人是主母 你安排就好 今下倒是认真想着 公主圣宠齐天 什么宝贝没见过 我哪里知道送什么 又不像我 说什么都开心 路易勾唇 是 路夫人倒是豪哄 豪一回 路易放下奏抱 将趴她腿上的人提起来 夜深 睡觉 我不困 今日睡多了 我听巧婆婆说 你睡到日上三干 她还问我是不是将你折腾过分了 贝老姨被关切房事 今下害羞得哑口无言 路易搭上今下的肩 摩缩着她的锁骨 真是不困 嗯 还不够累 大人 住手 你想干嘛 两人在床上前前打了一架 被路易压在床上 今下眼中只剩任命 大人 方间说 纵欲过度会死的 我像是怕死的人吗 今下 他怕 这一夜 一丈胜暖 甚是漫长 路易看着枕边人 他截上还挂着泪珠 说着不泪的是她 到头就睡的还是她 他看了眼旁边的文书 抽出了最下面的那本 又仔细看了一遍 最后看向床上拥着被褥的小可怜 最终 只得叹了一口气 他将文书放在最上边 吸了烛火 大人 嗯 路易替他盖背 该不会还没睡 大人 他声音含糊不清 像是在睡梦中 这时 梦到他了 路易似乎好笑 梦我做什么 明明就在身侧 回应他的声音似乎带着脑溢 路言冤 不可以欺负我 外间的烛光漫进来 路易躺下 枕边人自动自觉滚入怀中 路指挥使忽而一笑 无端带着一丝邪气 让人愤爱腿软 所以 夫人梦到什么不可描述的场景 夜色浓厚 路易难得入梦 是熟悉的场景 天南地北的旋转 忠心却是不变的下腹 高门大户的石狮子前 小女孩扎着两个发迹 手里拿着各彩蝴蝶 她在门前玩闹 笑声宛若银银 这一次的梦与三年前不同 小女孩看向她 脆声声喊着 言怨哥哥 路易猛的梦醒 浑身崩起 怎么 又会入梦 呃 惊吓枕着陆易睡 察觉到身边人的变化 泥迷糊糊醒了过来 怎么了 无事 路易暗了暗门心 人就在身侧 怎么会入梦 惊吓依旧闭着眼 像是哄孩子一样拍着陆易 作梦了 呃 梦见什么了 你 惊吓一时模糊 但听了这话止不住地笑 凑到陆易跟前胡乱啃了啃 大人快睡 梦见我那肯定是好梦 陆易只是笑 陆夫人真 自恋 一日 惊吓起身 粘软无力 八步地滚回被入里 而陆易早就起身了 为何昨夜那么折腾 他依旧醒得干脆利落不但声响 惊吓时不知 陆易雷打不动五更行 究竟是如何练就的 他穿好衣裳 忽然一脸堵定点头 陆指挥师太恐怖了 不然能年纪轻轻就当上指挥师吗 他竖起一铺青丝 气欲渲昂的模样 刚想出门就被陆易叫住 过来 他笑嘻嘻凑过去 大人 陆易认真看着他 忽然捏了捏他的脸 都说女儿家想浇花 需要时常浇灌才是 惊吓脸慢慢地红了 一把拍开了陆易的手 大人 你 你 你及月高峰的形象呢 这不是得怪夫人吗 惊吓冤 明明是他被欺负 大人还要来怪他 你没什么要警示 卑职就先走了 卑职有很多很多很多要紧事 陆易看他转身要溜 伸手扣住他的腰 这个你看看 惊吓垂眸 还在腰间的手 指尖夹着一贴文书 上面的封符是属于锦衣卫的 他抽出来打开 嘴上都是一阵言辞 大人 这是锦衣卫的机密 我看会不会不太好啊 我在书房看这些 你不经常指手画脚吗 惊吓打开只看了第一行字 直接干上了 你在查处大哥 那日他失踪 我看你着急就顺手查了 惊吓懂 要查一个人 能知道他的过往最好不过了 他写了眼陆易 这事儿很合理 可他怎么觉得陆易是故意查的 这纸这么厚 这是把商品都给找来了吧 他纠结了一会 大人 我不能看 我尊重处大哥 可精彩了 陆易带着诱吼 江湖侠客本应神秘 处大哥不是我的犯人 他的事情 他若是想说 那我洗耳恭听 若是他不想说 我也不应去大厅 惊吓忽然又看了陆易一眼 大人是何等有分寸的人 若是没问题 他不会拿来给他看的 处大哥有什么问题吗 你可知道蒋子云 蒋子云 惊吓知道这人 他好像是邪教福生殿的少殿主吧 而福生殿是楚大哥亲手灭掉的 在说书人的故事里 楚狂是白衣侠客 那蒋子云就是邪恶反派 楚狂三进三出 历史五年 途径福生殿每一人 蒋子云 死于四个月前 死在重剑狼牙之下 楚狂自此成了江湖第一人 路易手中的文书打了个传 不动声色递给惊吓 坊间都说侠氏战胜了恶人 可是坊间没说过 侠氏会爱上了恶人 惊吓 他的脸色一度十分精彩 他都听到了什么玩意 惊吓恶然接过文书 大人 你确定这是真的 资料人自警一位派去剿灭 福生殿的力量 路易顿了顿 换句话来说 资料来自亲历者 他亲历了江湖正派五年来 对福生殿的绞杀 惊吓最终 还是将文书还给路易 大人 我不能看 但我会去问清楚 路易看无所谓 楚狂对大人来说 只是个审查的对象 可他是楚狂的师妹 这么做很冒犯 他很担心楚狂一生气 提着剑追他十八个山头 是我唐初 路易收回文书 蒋子云死后 楚狂消沉得厉害 三个月前差点跟着去了 所以 今夏 你明白吗 此般情深厚意 他为何像个媒世人一样 我并非离间 只是知道了 便告知你一生 路易看不懂楚狂想干什么 他是回来聊情商 又或是带目的隐藏过往 今夏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感觉 他认识的楚大侠 忽然间又随在他面前了 残浮有事挨柄 一走过来 那花束之下 清一公子从身后搂着家人 他简直没眼看 清天大白的 能不能克制收敛些 他倾壳一声 提醒二人 他的存在 大人 路易松开惊吓 惊吓就退了出去 残浮上前禀告 一板一眼的模样 邪和尚还在京中 有个小孩说曾与他一起玩过 承西赌房那收敛得很 约莫是察觉我们在追查 宫中传出消息 太和公主与陛下大吵了一架 惊吓出了入府 就去曲西找谢霄 今日谢霄不知多长进 几乎要将曲西度翻个彻底 那儿水流又急 水底又深 他着实担心 想劝劝他别那么执念 惊吓到的时候 谢霄恰好从水中出来 小子立刻给谢霄裹上斗篷 今日 水边还有位小美人 一见谢霄出来并凑上去 不知道跟谢霄说着什么 惊吓挑眉 这事儿新鲜 谢霄的桃花要来了 袁大虾 快来 谢霄看见他 冲他挥手 压根美里身旁的小美人 惊吓走近了才发现 好吗 是熟人 赵小姐好 赵小姐怎么会在这儿 这不正是淑妃小妹 公布侍郎之女吗 不进入府 该来谢府 赵瑶挑白了惊吓一眼 这不男不女的模样 陆毅到底瞧上他哪了 他没生好气 见过陆夫人 小女踏青至此 陆夫人怎么会来这 他来找我的 谢霄看着惊吓笑 冷得浑身哆嗦 惊吓直接就呵斥了 谢圆圆 四月水还寒 该消停就消停了 可别把自己搭上了 谢霄打了个喷嚏 没事 我在僵着那会 大冬天都下水 赵瑶挑立刻就掏出手绢给谢霄 给你 谢霄挤过去擦了擦鼻子 谢谢啊 惊吓在旁看着笑容渐渐诡异 哟吓 他反手靠近谢霄低语 这姑娘可能看上你了 虽然他不待见赵瑶挑 但终归也没觉得这是个坏姑娘 就自然而然调侃了谢霄一句 谁知 谢霄的操作也是神奇 直接将手绢塞回给赵瑶挑 赵姑娘 谢某心有所属 念念不忘 眼镜还不受控制看向惊吓 惊吓被谢霄一连串的操作惊得无言以对 他要是赵小姐 就一脚把谢霄踹进盒里 且不说赵小姐是不是真看上谢霄 哪有谢霄这么说话的 人家赵小姐不要面子的 赵窑窍的脸瞬间黑了 手绢直接扔盒里 狠狠瞪着谢霄 你有病啊 惊吓 对 谢霄真的有病啊 他很努力装作是不关己高高挂齐的模样了 可是 谢霄那神情和姿态是真正将他往火坑里推 赵窑窍看了惊吓一眼 又看了谢霄一眼 陆夫人倒是厉害 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 惊吓手摇着 头摇着 赵小姐 我只是办案的 这锅跟我没关系 我这个人认完 认定了那一碗 可就不会变了 赵窑窍转身就走 赵小姐 此时你别放在心上 他脑子刚才进水了 惊吓追了两步 看着赵窑窍带着使你走远 最终 惊吓谢霄发难 谢霄 人照小姐没说喜欢你 你能不能要点脸 我怕他误会 自我师姐的事后 我就怕那些姑娘又默默喜欢我三年 惊吓头疼 撑着自己的呃 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